打垮年轻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究竟是什么 女孩毕业后找工作才发现现实的残酷 原来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也跟我一样也存不到钱 就连北大毕业的也不能幸免 农民工用血汗钱供养出来的大学生 本以为会改变家族的命运 结果到头来还比不过他们自己 我们熬过了全世界最辛苦的中式教育 外国人看了都觉得不可思议 但换来的结果却是 月薪三千招不到一个农民工 却能招到大本的大学生 甚至有些公司根本不把员工当人看 完全就是无情的工作机器 我大学的闺蜜在北京 一家特别有名影视公司工作 工资是七千五百块钱 你们可能会觉得 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说 已经可以了 但是她在北京租了一个 只有十几平米的小屋子 就要房租两千多块钱 而且我去找她玩的那个半个月 我真的被吓到了 几乎是每天 每天凌晨一点多下班 有好几次凌晨三四点到家五点钟 才开始睡觉早上七点钟 又要被叫去公司去工作 甚至是休息日的时候 只要公司有事打电话 就要让她过去 自己都跟我讲 我熬不到 在这个公司生日加薪的那天 我现在身体已经开始不舒服了 可就算每个年轻人都这么贫 他们还是不能在大城市买一套房 接下来这位大爷的话 扎了每个人的心 像你们说挣钱 你能买得起房吗 买不起 所以你就玩命去挣 北京人的工资 你十倍都才买不起一套房 现在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成家没有 我成家的时候 五百也可以 五千也可以 你们成家 五十五万块钱 你敢成吗 你们回去问问 你们能复备 那会儿有这种压力吗 现在社交平台上 很多年轻人都感叹 要是我没上过大学就好了 这样我就能平静地 接受一份平庸的工作 要是我没上过大学就好了 如果我没上过大学 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当服务员 可是我上过大学 拉不下一个人 如果我没上大学 就可以找一个没有学历门槛的工作 不用想现在这样 进去两岸 我真的很想到没家事 可是我都读到硕士了 家里人肯定接受不了 寒窗苦读十年换来的文凭 却成了孔一几脱不下的长衫 成了我们下过来的高台 要是没上过大学 就可以接受一个平衡的工作 不用像现在这样 找工作吗 不理想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有专家建议年轻人 在找工作时 放弃寻找享受性 高工资或福利性的想法 甚至还有专家建议年轻人 付费上班 来换取所谓的工作经验 我的专家提出了这样的一条建议 让大学生付费上班 所谓的付费上班呢 意思就是企业 不用再开工资给大学生了 而大学生呢 得付钱给企业 以获得工作经验 获得工作机会 这样一来 企业不就有现金了吗 可以渡过难关了呀 大学生也就能够就业了 甚至有专家觉得 我们70岁退休很过分 日本70岁的老人还在上班呢 德国70岁的老人还在当老总 哪个70岁的老人才开始 刚刚开启谈恋爱呢 我们呢 在养花养鸟 在找养老人 我们这一代人如果70岁就退休 我告诉大家啊 过分了啊 人一对要活到老 干到死 我们明明那么努力 却还是看不到希望 这个时候 还不如像这位小哥一样 回家躺平 孝顺父母 应该是福以奋斗的年纪啊 我最近都在怀疑人生 嗯 我就在想到底生活的第一次 每天打工就为了吃饭 在外面天天打工 饭都吃不好 还不如在家里 天天一家人安安一日 那你回广西种甘蔗吧 我也想 当时我爸回去都当个孝 回家能干嘛 我回家 回家在家里 很老啊 你知道那不叫肯老 那叫尽孝 你看我要坐在大城市 在厦门努力 然后拼尽所有的家产 首付一套房 然后让我一家人的钱 然后来养这个房 住这个首货 然后再买车 你看 我要坐在这里努力奋斗是吧 努力奋斗 然后斩个一百来万 我肯定 咱一百来万肯定要斩 斩到多就完了 然后收掉我家里面出钱给我 来斩那一百来万 然后在这里买房子 就把他们所有的钱都花完了 这不是反向的肯老吗 但如果我是在家里躺着 我今天躺着 我一天能吃多少钱 嗯 对吧 然后菜也自己种 鱼也自己养 鸭也自己养 对吗 还有鸡蛋吃 你看我生日了 还在这里上班嘛 上班之后 反正这个我 我把一两句 都留没什么钱了 一个月到头 唉 一年到头 不是一月月到头 没有什么钱 我是专闭 买房班的 我们每个人小时候 都有很多梦想 但所有的梦想 都比不过现实中的一套房 中国的高房价 毁灭了年轻人的爱情 也毁灭了他们的想象力 这就是现实的